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吉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货柜三雄版谈早盘同步上涨 长荣居成交量冠军 鸿海科技日遗失南港展览馆 全球Q3PC市场连六计成长 华硕重返前五大 Semi指出功率计划核物半导体晶圆厂产能 2023年登顶 来关心台股 货柜三雄今天早盘回稳 推升台股一度上涨超过80点 突破16500点关卡 但中高价电子股遭调节 金融股走低 运输股涨势收敛 盘中加权指数翻黑 跌于百点 16400点失守 上下震荡约190点 在国际股市空投压力未解下 台股多头也缺乏上工动能 目前看来大盘大多靠 关股券商逢低承接稳定盘式 立抗外资卖压 短线不宜贸然进场承接 先看电子股买盘何时回温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Apple 12日正式向媒体发出邀请函 终于确定传闻中的2021年 第二次新品发表会 预计于台湾时间10月19日凌晨1点 以线上方式举行 市场原先就猜测 本次发表会预计推出AirPods 3代 新一代MacBook Pro等产品 彭博社引述熟悉内勤人士的话说 由于全球晶片短缺 苹果公司可能削减iPhone 13产量 多达1000万只 ASML为全球最大半导体制程设备商 是唯一家能够生产机子外观光科技的厂商 在半导体产业占有关键地位 外媒CNBC报道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致力提高自主半导体制造 EUV机台需求只会更高 进而带动ASML市值突破5000亿美元 NVIDIA目前市值为5210亿美元 台积电市值为5330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IMF公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预估台湾今年全年经济成长 渴望达到5.9% 较今年4月的4.7% 上修1.2个百分点 明年则预估为3.3% 对此经济部长王美花13日表示 国际机构的预测跟台湾的预测非常接近 非常感谢国际机构看到台湾经济发展情况 以及台湾疫情控制有成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多家日媒报道 台积电研议与苏尼等日记合作在雄本县设厂 总投资金额约8000亿日元 日本政府研理最高补助约一半的金额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节目时被问及这项说法 岸田没有否认 仅表示这对日本经济安全保障非常重要 12日日媒报道 台湾电研议与苏尼电装公司等日记合作 在雄本县设厂 总投资额约8000亿日元 日本政府拟最高补助约一半金额 对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没有否认 仅表示这对经济安全保障非常重要 台积电即美国中国后 选择日本作为第三个海外制造据点 主因是日本出于经济安保的观点 长达一年积极向台积电招手 这次台积电在雄本县建新厂 总投资金额约8000亿日元 日本政府预定在10月底 众议院大选后 向国会提出2021年度追加预算 包括补助台积电编列数千亿日元 这也是日本政府首度对外国单一企业 补助巨额资金 台湾のTSMCはソニーグループと共同で 熊本県菊洋町にあるソニーの工場の隣接地に 新工場を建設することを視野に 検討を進め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日媒指出 这座新厂将生产相机影像传感器 車用晶片和其他产品晶片 预计雇用約2000人 目标最快在2023年到2024年投入生产 新唐人亚太電視池千里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道 在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信息 红博社 因供应链问题影响营收前景 三星股价遭多家券商分析师调降平等 金融时报 欧盟首播绿色债券認購需求达 1350亿欧元 华尔街日报 国际貨幣基金下修今年全球经济成长至5.9% 日本产经新闻 日本9月PPI年增6.3% 创2008年来最大增幅企业获利糟食 台湾嘉义曾是亚洲最大的木材集散地 有着木督的称号 曾孕育许多木座降师 时代的变迁 这些传统木座也面临断层 一位嘉义子弟侯志明 六年前依然决然辞去室内装修工程的事业 投入木器领域 只因为寻求生命的价值 侯志明施法自然 创作多用途木器 也为自己开创了不一样的木器人生 一块木头裁切抛光后 经过木器艺术家的巧手 巷南木的折花清晰呈现 完成的木翼品体积轻巧能随身攜带 展开后是多用途的展示架 它的名字也很有东方位 叫做鲁斑骨架 它的精细度要很精细 算默的 一损一毛 你如果太松也不行 太密 也不行 就是要适当 它也是一样压下去 它就弹出来 然后到底它也自动卡住 这个是专利 木器艺术家胡志明说 是以传统鲁斑损某工艺为基础 进而创作 46岁的他 原本为室内装修工程师 足迹遍布百货业 饭店业和政府部门等 不过在他捕获之年时 开始认真思考生命的价值 于是他重新拾回儿时最熟悉的记忆 木作 我们生命的价值 人生的下半场 该如何去做一个规划 那就毅然决然回到嘉义来 胡志明的爷爷是日志时代的大木作讲师 叔叔是戏木作讲师 胡志明从小耳濡木染 对木作自然产生兴趣 而创作理念 以绿色永续思考 关怀社会出发 像是桃城野球蚁 结合嘉农棒球人的精神 传递胡志明对嘉义的浓厚情感 还有取自大自然生态 借由蜜蜂所创作出的规矩查具 运用笑奶木的特性 设计出3D立体措施的蜂巢杯垫 栩栩如生的女王蜂 是充满巧思的茶器组合 蜜蜂的骨架是茶针 蜂头为茶针架 蜂身为盖制 蜂尾是茶泽 胡志明的创意不仅于此 就连古代用来 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 全痕也能成为多用途的文房用品 你缺金减两给你的消费者 或是业主 那会损损你的福 少你的路 让做生意的人去省私 以北斗七星为主轴 挂上五支毛笔代表五行 胡志明慢工出细活 以细致的木器抛光 代替上漆友善环境与使用者 施法自然 每一个细节 蕴含东西方哲学 值得细细品味 但您看到明天10月14号 星期四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上周首度申领失业惊人数 美国银行花旗摩根士丹利 富国银行财报 台积电法说会 2021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开幕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吉安 我们明天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